錢包裡面的臉 造科寶貝口 被倒光了 秘密一毛都沒有了 裡面的B&B也就是B&B歸零了 以下的所有資訊呢 都不是投資建議 單純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 投資進度歷程還有經驗 加密貨幣的風險極高 先前投資 千萬不要獨身家 那我就不跟大家廢話太多 就是我在前幾天 打開我的TP錢包 發現我的寶貝狗都沒了 裡面的B&B也就是B&B歸零了 那老實說 自從我做了加密貨幣的這個內容以後 真的是發生了不少的事情 包含呢像這支影片 裡面我有說到 就是我去警局 因為我投資加密貨幣的影片被人家盜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這件事情的來龍續賣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邊也希望 如果你有在投資加密貨幣 尤其是一級市場的朋友 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後面 因為我會跟大家說我自己的切身之痛 那希望這個經驗能夠貢獻給大家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事情的經過 其實我在21號 那天剛好跟老爸還有牛爸一起出去 其實那天晚上呢 我還有說有效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的錢包 然後我自己在操作一級市場 投資的這個經驗 那天大家也說 唉唷不錯喔 你還是有賺一點錢喔 那今晚的這個 宵夜就交給你喔 那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那想不到禮拜日的 大概傍晚 五六點左右 我們準備要集合 結果呢 我就好奇 因為我其實很少去看我的錢包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 我那時候還以為是不是TP錢包當機 還是怎麼樣 因為有時候會這樣 你要一直重新刷我重開 他就會又跑出來 重新開 再刷 再開再刷 都是零 我以為幣圈被盜 這個真的是傳說你知道 雖然說身邊真的有人發生 那是幾千個人 幾萬個人 也就那幾個人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是不相信會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也沒幹嘛 所謂的沒幹嘛 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前一陣子 有很多人錢包被盜的時候 都是做了些什麼事情 比如說他去一些網站 奇奇怪怪的網站 有點了一些連結 我就覺得 我也沒有上什麼奇怪的網站 對 我真的沒有上什麼奇怪的網站 相信我 相信我 我真的沒有上奇怪的網站 欸你們不要不信好不好 我真的沒有上 你們相信嗎 好 你們不信 在那個當下呢 就有工程師趕快跟我說 你再確認一下 你去你的錢包的交易紀錄裡面去看 他有沒有一個轉出 或者是賣出的紀錄 我就趕快點 點開了以後 我就看到一個東西 Holy fuck Transfer 就是轉出的意思 我難過的不是那個兩兆的必備轉手 我難過的是這個帳戶從寶貝狗 我一踏進來買它 我拿到了現在 慢慢的加長 慢慢的加 加到兩兆克 是我的主要帳戶 我的基礎額 我難過的是這一路走來 這個帳號陪伴著我 經歷了風風雨雨的一個錢包 竟然就這樣被倒掉 好吧 事情來了 我們就把它解決就好了 我就有在思想 就是這兩兆 能不能夠創造它更大的價值 讓我透過影片 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盡量的可以防止這件事情 再度發生 我就心滿意足了 就稍微不會這麼難過啦 我會跟大家講 我們覺得可能發生的狀況 但畢竟不是到我的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 明確的說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的預估是這樣 第一個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選中我 這個有可能是因為 我有拍攝影片 最近自從做加密貨幣以後 收到非常多 像這樣子的英文信件 他就是會跟你說 欸你好 我們是某某的服裝公司 那他就會跟你說 我們希望呢 能夠跟你做一些影片上的合作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置入 30秒的廣告影片 你第一時間反應會是什麼 詐騙 不可能啦 你第一時間一定想說 喔好 30秒影片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30秒影片是什麼 在這當中我就 打開了其中一封信的一個壓縮檔 因為我想說我看影片是什麼 這壓縮檔 一解壓縮 它裡面沒有影片 大概是在上上禮拜 我開這封信的那個時候 我剛好在跟楊書聊天 我說這封信有點奇怪 然後楊書其實在那時候就有跟我說 我建議你重灌你的電腦 因為這個感覺來者不散 但是那時候因為我非常非常的忙 那段時間 那我看好像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忘記了 對 賠了大概快8萬塊 我的建議就是 能不用電腦燈就不要用電腦燈 不要用 尤其PC 那基本上呢 我會被盜的就是這兩大電腦 一 亂開信件 開了以後發現可能有木馬 我也沒有去做即時的反應 所以我活該 那第二個就是錢包 不要用電腦燈路 你要做到更極致的狀態 就是你直接有一支空的iPhone 然後整支iPhone裡面就只有你的錢包 然後再加上用的是電信公司的網路 那你不用它的時候你就開廢行模式 那它其實就是等同一個 離線型的忍錢包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也是剛入币圈 甚至你也是在币圈投資的朋友 那在設備上面的建議 大概就是以上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也有這個覺悟啦 所以我也挖了一支iPhone出來啊等等 我開始做一些自我保護 我這三個月來 花了很多的時間在研究家民貨幣 我們做了這麼多的用心 無非就是希望能賺到錢 希望不要成為市場的小韭菜 結果你沒有被這些人割成韭菜 結果你反而被駭客割了 那何必呢 那你到底在努力什麼 你如果連自己的資產都保護不了的話 那這一次的兩兆掏空的事件 讓我學到了三樣最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 如果你要投資你的加密貨幣錢包 記得不要像我一樣笨 全部集中在某一個錢包裡 分散錢包呢 你就可以分散你的風險 第二個呢 就是一樣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雖然說呢 我都相信寶貝狗真的會上去 但是呢 你不能把你的一切全部堵在牠身上 你必須要多幣持有 的確這一次的寶貝狗呢 讓我的資產縮水兩千多美金 但是也好險我有去做一些不同的投資 所以呢 大家也知道嗎 最近整個大盤再上去 還是有一些收入可以cover掉 第三個 找到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從進入加密貨幣到現在 我身邊有很多的前輩 都跟我分享過很多 我們也有一個很不錯 很棒的一個幣圈的朋友群 在這一次我深深的體會到 因為當我告訴群裡的朋友說 我被倒了兩兆 我那一刻呢 收到非常多群裡的朋友的鼓勵啊 而且這個鼓勵呢 還不是只是說加油 是 來 兄弟 錢包給我 打一點給你 真的 我沒有開玩笑 我真的很感動 我只差沒有落淚 所以在事件發生的這兩天內 我回到了一兆顆的寶貝狗 也就是說 我大概降低了我50%的損失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的第三點 好險有他們 也好險我有加入這樣子的一個群體 那最後呢 我其實這邊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的一個聲明 第一支影片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台灣有一個LINE群 但是現在的我呢 離開了那個群啊 那至於原因呢 我也覺得沒必要去深入 那現在在哪裡找得到我呢 大家可以看就是這支影片 我也會放在下方 在還沒有發現這些事情之前 我就已經有一個LINE的交流群 所以我如果有些什麼收穫啊 或者是什麼 我都會在裡面跟大家做分享 那大家也都可以去討論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你覺得對你有幫助的 記得給我一個讚 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也有玩加密貨幣 尤其我玩一級市場的朋友 希望 對他們有一點點的幫助啊 那最後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到Facebook IH 還有我們的陌生父親 和武團公司 記得加入我的LINE群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保護資產比你會投資更重要